小朋友正专注地看着谱 大声数着拍子 不断地练习同一首曲子 练习专注力 音乐教室里有国中生挑战难度高的曲目 用音乐书写课后的压力 还有小学生小小年纪爱自己弹唱 自我陶醉的模样 连旁边的人都被感染了 我妈车上都会放几首歌 我就只是他放几首歌 我就唱几首歌 这只是单纯一个兴趣爱好而已 现在的小朋友资讯多了 而且想法也多 他可能在网络上找到什么音乐 他就想要学 我们现在的老师 除了就是本身以前的古典之外 也要加入一些轻音乐流行音乐 甚至是动漫的音乐来教小朋友 我父母亲希望孩子多运动 但专业教练建议 运动前一定要做足暖身操 运动前一定就是要让你的肌肉的温度上升 才不容易导致你受伤 不管天气的冷热都需要 这很重要 然后运动完也一定要去做收抄伸展 让你的肌肉恢复到原本的弹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要注意哦 教练表示 跳开补习教育 让孩子悠悠自在地将音符或运动融入生活中 提升生活品味 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唐亚太电视 廖立芬 台湾云林报道 离开补买 因为专专专专专业市 我们赑温让它有复杂地